夏儿 无恶患之事 你可愿领兵出征 父皇 儿臣不愿去 你小子说话不能委婉一点 这让老猪如何下台 八殿下 您那一本本兵书经验决绝 莫将还以为你多大本事呢 既然你怕了 那就由本将军带兵去吧 臭小子 让你乱说话 这下好了吧 既然你愿意领兵 父皇不可 夏儿 你有什么事 父皇 儿臣不赞成蓝将军去攻打东营 此时文武百官疑惑 夏儿人不愿意去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阻止蓝玉 难道谭王这是想通了吗 又愿意去了 据我所知 窝寇从洋人那里购买了大量火器和大船 就凭蓝将军的环西将士怕只能是炮灰 父皇 儿臣同意八弟的话 蓝玉眉头紧锁 虽然他不喜欢夏儿人 但是太子发话了 他也不能反驳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谭王宁有何高见 难道任凭乌寇犯我河山吗 朱元璋也是一头雾水 此刻也想知道夏儿人如何破局 夏儿 你继续说下去 我计划一个月后由四哥河与将军兵分两路 分别从广东和福建进攻东营 如果基隆山的人阻拦呢 基隆山又称琉球 目前还没有被大明收复 我觉得那些土著赶蓝路的话 干脆连他们一起收拾了吧 嗯 谁赶蓝路就干谁 不过夏儿为什么是一个月后才出兵 儿臣是想多给大家一点练兵时间 让他们学会游泳熟练水战 另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命广东和福建的布政司打造大船 我这里催促公布打造更多的步枪和大炮 八殿下的布局相当完美 整的老夫都想重返战场了 八弟深思熟虑 此战必射 父皇 幕府那边也请给他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此刻朱元璋算是明白了 夏儿人这是想帮助幕府 这点恰逢朱元璋的心意 殿下 属下派人调查各部政司的官吏 他们却实参与盗卖官粮了 现在人已经全部拘捕 只是追回来的白银只有一千万 他们现在人哪 回殿下 犯人正在押送回来的路上 属下这是先运送银两回来的 不错 真是及时雨 走 随我去公布 老麦 我给你送了五百万过来 自哥他们出征在即 加大生产力度 我要更多的步枪和大炮 太好了 正好月底能发工钱了 对了 那边的高楼怎么样了 主体已经做好了 应该要不了多久了 这才多久 主体都建好了 不过殿下 那班买木材合杀石的款子还没结算呢 都是已公布的名义奢得三百万的货 行吧 这一千万全都留给你了 我先走了 本王还要去锦衣卫那里处理点事 好你个瞎人 等了半个月 终于让我逮到机会了 太子殿下 我有急事找您商量 舅舅 你有什么事情 急成这样 朱镖就是怕兰玉来找他 才躲起来钓鱼 没想到这样都能找到 因为这半个月以来 兰玉隔三差五就进宫 劝他打压朱蒂和虾仁 太子 虾仁仗着自己是忽不赏书 他擅自挪用赃款交给麦志德 咱们要不要借此机会 拿掉虾仁他忽不赏书的职位 嗯 什么赃款 就是郭恒和各不正司到外官粮的赃款 锦衣卫追回了一千万白银 哦 这是好事 为什么要拿掉我八弟的职位 太子糊涂了 他未经过陛下获着您的同意 擅自做主罗用资金那可是大罪呀 朱镖听完并不理他 自顾自的钓鱼 蓝玉见状很是生气 于是转身前往凤天殿 陛下 永昌后求见 咱刚刚唱的有点兴致 这个傻鸟就来了 叫他进来 陛下 盘王坚守自盗 擅自挪用资金打造私人产业 请陛下言成 朱元璋满脸黑线 心想瞎人哪里踩到了他的尾巴 非要跟自己的儿子过不去 这半个月以来 蓝玉也是不是参朱弟就是参瞎人 让他不胜其烦 坚守自盗 怎么回事 你一天天没的事情做 就滚回军营带兵训练 别在这到处搞事情 朕已经忍你很久了 对了 不光是你 还有那些怀西将士 你们耗自为之吧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你看看我暗头的奏折 全是参倚治下无方 到处惹是生非的 不是朱元璋捏造 而是真的有独察院 吏部 京城府衙餐的 都有什么吃饭不给钱 恶意伤人 调戏名女等 陛下 莫将这就回去狠狠地惩罚他们 管 该管的不管 不该管的天天盯着不放 再有下次 朕包了你的爵位 是事事 莫将这就告退 蓝玉看似汗流加倍 但他依然不死心 刚走出奉天殿就换了一副嘴脸 自言自语道 太子 既然你不想当恶人 那就只能我来当了 殿下 巨探子来报 达达十万大军压境 但是没有进攻 是什么人送回来的 是暗卫 锦衣卫有明有暗 明得穿飞鱼服配袖春刀 暗得伪装普通人 四处打探消息 如果按照时间来算 三天后便可见止京城 殿下 他们为什么声势好大压境边关 却不进攻呢 暂时我也猜想不到 这样子 你吩咐下去 京城内外多注意 外来人口进出 如果达达人来了 肯定是有破绽的 是 殿下 处理完事情 正当下人昏昏沉沉想要小气的时候 一个锦衣卫走了过来 殿下 您的管家来了 他怎么来了 难道出什么事情了吗 快请他进来